好来关心11号凌晨3点24分 台湾东部海域发生有感地震 根据现象局的资料显示 规模是达到5.9级 距离镇央最近的和平火车站 虽然当下没有列车行驶 那么从监视器画面中也看不出明显摇晃 但是附近不少居民都是从睡梦中被摇醒 现象局也说未来两天内 仍要留意发生规模4.5以上的余震 白叶窗来回晃动造成巨大的撞击声 让不少人在睡梦中惊醒 就是摇晃 它当时也蛮大的 因为我们都在睡觉 在睡觉然后就感觉那个床在摇 感觉是左右 10月11号凌晨3点24分 一起规模5.9的地震 镇央就位在花莲县政府东方59.3公里处 深度相当浅只有17.9公里 气象局表示地震原因有板块引没造成 地震也造成台铁18个列次受到影响 旅客估计影响784人早上6点半已经恢复正常 至于是否会有余震 地震中心表示不排除 要注意的反倒是918大地震之后的余震 因为前一天10月10号一连发生好几起地震 之前就说过918余震会持续一个月以上 那到现在还没一个月 那但是它的昨天次数确实比较多 10月11号这期规模5.9的地震是单独序列 另外陈谷昌也点出不寻常的关键 以长期的年平均来计算 地震规模超过6的有2.5个 但今年至今已经有8个 至于规模5到6之间 年平均是24到25个 今年比往年多了一倍 这双十售价不平静 气温也开始直直降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10月11号清晨冷嗖嗖 宜兰最低温17.4度 就连台南也只有17.7度 至于新北的新电不到18度 另外南边海面上还有两个低压扰动的威胁 这个低压扰动预估它未来发展的空间是比较宽 也就是说它有增强的机会 而且未来往偏西的方向移动 地震低温双重炸击 提醒民众除了做好保暖也随时提高警觉 记者综合报道